市長朋友的交通安全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 他們在市區行走時往往會面臨各種狀況 需要聽聲變位也必須隨時提高警覺 希望市民朋友們能對他們有更多的關注與認識 畫面是一個市長體驗行動 特別邀請民眾遮住眼睛 跟著市長朋友和志工來體驗行走大街小巷 當然就是想說把我們的市長朋友日常走過的地方 然後由市長朋友帶領我們一起走過我們基隆市 把眼睛蒙起來去感受其他的車身 鳥身 雨身 還有去感受基隆市的美 這也讓參與民眾親身感受到市長朋友在外行走的辛苦 也提出了多項建議 希望未來能逐步改善 讓市長朋友也能安心行走 不用再隨時擔心受怕 其實就會變得很害怕的感覺 就是萬一碰到了或者萬一跌倒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那個狀態 怎麼短短一段路好像走了很久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說 渾身就覺得很害怕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你好像看不到路 然後看不到路上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滿害怕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在 盲人的生活上的不便 我們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可以感受得到 OK 聲音有明顯從不已放過來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 它現在是綠燈了我們可以行駛了 可以走過了 OK 慢慢走過來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看到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這個紅綠燈是 讓行人先有 先亮了 先綠燈了 然後車子才綠燈 所以我看到它其實是 雖然綠燈已經亮了 但是它沒走 因為它在聽那個車子走 所以它晚了好幾秒 那我覺得如果綠燈可以加上一些聲音 會對它會比較有幫助 那第二個就是 它剛剛也講了 就是萬一那個它前面有車子 就即使是綠燈 前面有車子假設是右轉 那它完全會不知道 經過現場觀察 建議可以在重要路口 加設導盲磚 另外也需要設法 讓人行道的路面更平整更順暢 減少雜物堆放 流出安全通道 提升市場朋友的行走安全 有關我們青年市民好朋友 提出來針對我們基隆市 行人友善在市場 這一方面我們會提出來 第一個是有關行川線的部分 我們會找幾點來做示範 就是說我們在俗稱的現階段的一個 綠斑碼的部分 我們用市場的一個導引 的標線的部分 那強化 那第二塊是有關我們 有所謂的綠斑碼的部分 我們會用所謂的強化 聲音導引的部分 讓市場的民眾去了解 我們有關通行紅綠燈這一塊 今天遇到市場朋友 我怎麼去協助他 怎麼去協助他 就是不要當作是沒有看到這個人 我們可能可以多一點點閒事 我們可以多一點點閒事 問問問問他說 請問這位我有需要幫忙嗎 看到小白這樣的時候 這是我們這次出來推廣 然後問的時候請問的時候 先問他 然後再最害怕的是去觸碰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問他之前 我們就去拍他的身體 他會嚇一跳 因為他不知道外來外緣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最大的話題是 問然後拍 然後再去引導這位市場朋友 他要去的地方 然後再去聽聽他的需求 就問拍影聽這樣子 記者黃日山 陳淑萍 李亮傑 基隆報道